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 我们就想请您来了 因为这是震动全国的白银连环杀人案竟然告破 当时我觉得对于这个案情 老百姓都知道了 连篇累读都是 可是我们就一直要等到今天 李维靖老师给我们讲讲课 这个案子真的是我多少媒体全拒绝了 就是没有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热度太高了 然后又担心就是会引发一些其他方面的歧义 所以一直我就没有谈 现在好了 马后炮了 他没那么热了 您正好可以给我们分析分析了 这个在犯罪心理学 这个就是犯罪心理学 这个男的看上去周围人都说 老老实实的 完全没有任何异状 你说这问题特别就是我在研究犯罪心理当中特别常见 就是很多案件在外人来看都觉得特别不可理解 而且比如说咱们曾经有一个老专家 他是精神病学家 他几乎发生这样一起案件 他就说是精神病 比如马家绝他说精神病 这个邱清华精神病 后来还有很多的包括上海的一些杀人案件 一个女的杀他的丈夫也说精神病 那么这个案件我估计他要评价也是精神病 但是我当时就曾经谈过这个观点 就是说事实上精神病的作案基本不用坚定 就是人一看就会知道他是精神病 可是有很多犯罪人他不是精神病 我们把它叫变态 这个变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变态这个词 它是相对于常态而言 常态它复杂在哪呢 就是说一种常态是人和人比 比如绝大多数人不干这事 还有一种常态是指他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比 比如说这个人他生活当中 他一天要有100个行为的话 他做这个特别变态的行为 可能就是他100个行为当中的不到3% 5% 所以就是说那么前一种的可能就是和大家比的话 很容易把它视为一个和人类不同的异类 但是和自己相比的话 这种是我们在刑事侦查当中 或者犯罪心理研究当中最常见的变态 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当中完全是一个正常生活人 他只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这个和他自己的常态也不太一样 和大家的常态也不一样 所以这种变态对于我们在侦查来讲是特别难的 真是 就表面上那这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还是人群中是有这样的比例的人 那他是哪个基因不对吗 基因吧 我觉得目前这个案件来看 白银这案件的嫌疑人没有基因不对 就是说应该说还是他的心理问题 他能他为什么就他从当年杀第一个的这个时候 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为什么专找穿红衣服的 这个我觉得不真实 这个是媒体的话 事实上并不是说他 包括像山西洋权的一个系列案件 当时也说他找红衣服 我说这个好像是大家的一种就是互传吧 就类似于把这理解为一个斗牛了 这个牛喜欢红色对吧 事实上不是这样 不是说这个穿了红衣服才去招这个犯罪人 事实上有很 这个案件当中有几个犯罪人都是在家里遇害的 他根本就没有出去 所以跟红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你穿了红衣服容易成为被害人 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认为是个误解或者误传 那他的性方面的心理呢 这个案件对 它是属于一个就是很典型的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变态 就是我解释变态用一些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和我们通常所需要的是没有关系的 是多余的东西 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做这个行为 如果比如说把人杀完以后 强奸或者杀害 然后他临走之前把人摆一个姿势 这个摆出来这个姿势就属于多余行为 这就叫变态 这个人是洗手 这个人洗手 他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属于做完了他的犯罪的需要之后 比如说现在目前知道他第一起可能跟盗窃有关 那么后边有几起跟姓有关 那问题是他做完之后 他会把人的一些器官摘走 这就叫多余行为了 那么这个行为就比较变态了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案件整体上来看 除了他刚才这个行为变态的话 他所需求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要满足的东西仍然是常态 他要满足什么呢 就刚刚我们讲第一个案件 他是一个为了盗窃 然后呢 他遇到了这个施主 然后他用他用他的话来讲去攻击 这个攻击过程当中 他可能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性 他做了一个窥视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那么后边呢 他就基本是一个性的目的了 也就是说带有 我认为就是说在性犯罪当中 我们把它分为动机 也分为五六种 比如有的就是纯性的满足 这个有的是 比如包括强奸猥亵 他就是一个 就追求一种满足 第二种呢 他是一种报复 就是他恨你性 他在报复你的同时呢 也就是他把性的行为 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 同时他还带有攻击性 那么还有第三点 和报复特别接近的 叫施虐狂 施虐狂他就不是报复了 也就是说他要得到的性满足 是和他的那个见血啊 或者惨叫啊 他有这种东西 来唤起他的一种性高潮 那么这种 我们一般成为变态了 叫施虐的性攻击了 就是第三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是好奇 比如说就是没见过女的 或者没做过这种行为 比如我们有些案件 见的就是带有这些特点 他关监狱关了十年 出来以后碰到一妓女 这妓女让他体会到了 这种感受以后 他之后就想再做再做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杀人 那么这个你就会发现 好奇为什么要杀人呢 因为他要付钱嘛 我把人杀掉 不是就不用付钱了吗 就很简单呀 简单呀 所以他就是又得到性满足 他又想不花钱 那就把女的杀掉 是最简单的 这种人头脑中 这个犯罪后果 承担的 杀人偿命的这个弦儿 有没有呢 没有 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他觉得他自己的命 也不值钱 反正就藏了就藏了 反正你抓着我就是死 抓不住我就 我就做这么做 反正为什么杀呢 因为杀了你就不知道了 你至少破案有难度了 对吧 包括一些少年 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十七八岁的 看完电影以后 出去想干这个 他干的目的就是体会一把 所以像这种也是出于好奇 就是说 我就分析这已经四种了 还有很多 就是跟性有关的犯罪动机 是最复杂的 还有什么 我很感兴趣 跟性有关 还有什么犯罪动机 还有一些就是稀奇古怪的 就是比如他想做一个体会 然后他把一些女的弄到家里头去 然后他慢慢的去做他体会的东西 他就是比如说这个专门研究人的 这个心理问题的像佛雷德 他就讲到这个性的问题 不光跟生殖有关 他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就刚我讲的 有些犯罪他可能没有性行为本身 但是他不断的扎刀 这个扎刀的行为 他比如说就扎女的 那你问他你为什么不扎男的只扎女的 他自己回答不上来 但在我们来看 他是用扎刀的行为代替一种性行为 也是一种性攻击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公共游泳池里 经常有那个流氓 他就是在那个里边 那女人穿那个 他拿那个刀片 擦一下这女的 你在游泳池里 女的感觉不到疼 一上来这个大腿一个滑开 一个肉都翻开 我都见过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带有性动机的一种伤害 对 就是他带有性的攻击 就是因为弗雷德他提出那个观点 我是比较认可的 就是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早期对母亲的要求 就是可能吃奶吧 就是乳房 然后也你的怀抱 对吧 那后来慢慢慢慢 他就会很多了 包括他自己身体的部位 他也会玩 他觉得玩玩很快乐 然后再慢慢长大 所以他的这个性的 但是我们社会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给孩子提出一些要求 最重要的是 我们给孩子一些生活的乐趣 转移他的 就是叫升华 转移他的这个目的了 或者转移他的这种需求了 可是呢 有的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 如果一旦有缺陷的话 就他这些东西都会保留 包括同性恋啊 他实际上也是在 他的发育过程当中 这个对性的这个对象的问题 所以这些现象都跟性有关 所以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类的性理问题 你刚才讲同性恋在发展过 在发育过程中 对性的对象 难道我们曾经有一个阶段 对 同性的对象 是停留在同性 同性上 这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吧 他应该最大的要求就是母亲 当然这个有可能是 女孩和母亲的关系 也有可能是男孩和母亲的关系 但是你会发现 他再长大的话 他就会有同伴关系了 但是同伴的早期 像幼儿园和小学初期 他是没有性别的 那时候人叫中性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同性呢 就是他青春期 前期 前期一般就是小学五六年级 到中学 你会发现孩子的一个现象 叫男孩和男孩一堆 女孩和女孩一堆 这个就叫同性发展 这个同性发展 是在大家逐渐长大的时候 他要寻找跟自己相同的人 作为一个依赖 这个依赖的过程当中 有的满足的非常好 有的满足的就稍微差一点 那么满足好的话 他会跟同性建立一个 非常好的关系 有的人就会停留在这个阶段了 就不愿意再往异性上发展 那么有正常情况 16岁之后就是花季了 所谓花季就开始对异性感兴趣了 他已经放弃同性了 也就是说同性他完全满足了 然后他可以去接触异性了 可是有的同性一直没有满足 或者说同性很单一 然后异性又有挫折 这时候他就会停在同性上 于是就是同性恋 他有两种 一种叫真性的 一种叫假性的 真性的就跟生理上有关了 而假性的就往往跟他的经历有关 所以这个性的概念 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然后每个性的异常 都会跟他的 有的是跟生理遗传有关 最重要的多数还是和他的经历 生活发展经历有关 所以那李老师 那你是不是说变态人格 或者这种变态人 他也是性在主导一切 变态的话 应该是以性为核心了 也就是说我们讲人最基本的 中国历史上告子的一句话 叫实色性也 当然他这个性是指人性 他说的实和色这俩字 我们就知道这个色 实际上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异性的性 所以这两个是人最基本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食 基本是吃是没有 你无论不同的民族 你可以上手吃 你可以下嘴吃 生着吃活着 除了人肉不能吃 也有的吃 也有的吃 就是说在食的问题上 我们的禁忌相对比较少 可能有些民族可能有一些禁忌 但多数的民族它是没有的 但是从色的问题上你会看到 就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禁忌 这个禁忌它除了宗教外 还有道德 还有法律 为什么 就这里头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禁忌实际上跳出个人的话 它会有一个民族的选择了 就是我们要忧生忧郁 为了让民族更强大 让这个族更强大 那么这个在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是通过家庭来完成这个社会化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各社各样的问题 非常复杂了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白银的这个连环监查的这个案子 他人们发现他连续16年 可是基本上到2002年 他就停止作案了 这个案件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谈 就是说我对他也做了一个分析 但我现在缺少一些材料 就是一个是他早年的母亲 这个去世到底是哪年 我现在不知道 只知道父亲在他结婚前去世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家庭背景 他有五个姐姐 然后呢 有两个哥哥 一个双胞胎嘛 后来因为溺水 那大致上我判断呢 就是因为我还说到其他一些案件的 这个结合判断 就是我认为这个 他的问题呢 应该是 我认为早年 他有一个被宠溺的背景 这个宠溺呢 就是当然我讲 宠溺的方式也不一样 但是一般在家中的排序 你可以看出来他是最小 最小的他有什么样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家里的活基本不用他干 然后又是最小的话呢 一定好吃的都要紧着他一口 然后护呢 大家也都比较护着他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 他容易出现一个 就是他在这种背景下 成长当中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的能力会很弱 尤其是生活能力会很弱 就是晚生子 然后呢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孩子 就这个高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算 他成长过程上 学习还是不错 挺聪明的 一个人 当然虽然他最后 没有考上大学 可是仍然看出 就是他的家族据说 有人进过什么 当过举人 还有近视 这个家族应该看出来 还比较聪明 您这研究这个 家族史的 没错 我正在想 我说我也是老妖 对对对 但我不知道你家里头 是兄弟姐妹几个 六个 六个 你也很有可能 就是他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种人呢 他当他在家中比较小 然后又比较宠溺 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心气高 但是能力低 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包括他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他几个姐姐 没有露面 我就不太明白 他跟姐姐是什么关系 但是我看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在他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回忆当中 说他下学经常拿试课了 去砍这个女孩 那么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案件 这个犯罪人也是一个系列奸杀案件 但是他做了十多年的一个这么一个案子 后来在分析他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个判断 我说这人在家中排序较小 他上边应该有姐姐 而且不止一个 后来这个案件破坏以后 发现他几个呢 他有六个姐姐 他扑行老七 那么这个和这个案件有五个姐姐 所以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案件 也是这样 姐姐很多 所以我认为这种人呢 他对女性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在家姐妹多 然后呢 但是熟悉呢 可能有一些问题上 他觉得姐姐没有能够满足他的一些要求 所以他会对女性就属于很轻视 轻视 然后这个人呢 当然具体详细 他的现在背景 我没有跟他接触 所以我缺少对他具体的了解 但是还是我说那句话 就是研究他的心理 要研究他的经历 而不是我们的心理 所以我认为他之所以那个时候作案的 可能有这么几个问题 就是刚结婚 压力比较大 我们知道这个 有很多人呢 他在改变命令的时候 他很希望到城里去生活 那么到城里 他本身这个妻子就是在白银找的 好像是 就是假工的时候在城里找的 所以他肯定是不希望再把他带回到农村去生活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有压力了 当时内蒙有一个案件 叫赵志宏的案件 对 这个知道吗 有个极乐图吧 对 赵志宏实际上他的首案也是在婚后 也是在结婚之后 所以我们在研究犯罪 你会发现多数的犯罪人都在青春期 他是属于在 已经过了青春期 叫成年初期 所以成年初期 如果做首案的话 一般都会有生活上的压力 这个压力会让他就是 什么样一个背景的 就是他能力很低 但是他又心气很高 然后这两个背景下 他就会出现 再加上他结合他性格上的缺陷 就跟我讲的自私 任性 他就会怎么样的不择手段 因此他现在讲的这首案是盗窃 我认为还是说得通的 说得通的 求财 对 因为我印象当中这第一起案件 对面就是一个小卖部 那么这个女孩住的房间 他除了厕所 对面就是一个小卖部 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样 一个背景下去道歉 因为这个案件 详细情况我现在不太清楚 所以我认为这个首案是 当他开始杀人的时候 他后面就可以放开了 你知道很多案件都是这样 他第一起一旦做开 他两起三起是一样的了 还是上了瘾了 有上瘾 对 他实际上就是说 用这种犯罪手段 来解决生活的难题 这是第一个一个开端 这开端一开了以后 后边他就可以没有底线了 又满足他的心理是吧 但是你说他出二十六刀呢 出二十六刀有很多的原因 因为我讲多刀的背景 有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对方拼命的反抗 因为我们知道扎刀 往往是一刀死不了的 除非是抹脖子 对 一刀死不了的话 你扎了一刀 对方还在动 再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如果对方还在拼命的反抗 甚至想呼救的时候 那你就会想再让他几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般用刀作案是会多刀的 他并不是说我在那就是想做这个 如果有的时候 他比如说有些犯罪弄到家里去 慢慢地碎的话 那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他这个完全符合现场的心态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蛮好的 我们本来认为对这种变态的人完全理解不了 但你这么说还能理解 我一个朋友叫郭国松 你可能知道是南州的资深记者 他采访过太平洋那种大桀案 大桃王 就是那个轮船上的 不是杀人吗 鲁绒鱼 对 山东的那所渔船 他就说那个小孩叫黄金波 才19岁 在那个船上杀人 最后他的结论 那个黄金波 那个结论是杀人杀得很爽 他已经 我们完全理解不了他们了 对 你说这个 是不是隐藏在人性当中 我们某种程度上 我们当年也是动物 我们以前 会不会我们真的人性当中 有一种从杀戮当中得到快感的本能 没错 这个人性当中 我们常常讲就是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 自然属性实际上 你和动物是一样的 你知道动物它有一什么特点 尤其在海洋当中 一旦见到雪 很多都会过来的 像鲨鱼 人也一样 人只要一见到雪 会很兴奋的 你看在战场上 有好多人刚上战场的时候 一听到子弹 炸药 抱着脑袋 当一看身边一个人倒下来 然后雪突突突往外冒的时候 这个人会怎么样 他立马就会疯起来 然后他就会玩命的 他会出现一些我们平时见不到的行为 所以就是说 这就是他人 本身就是你刚才说含有的一种东西 是血的本能 是血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一见血以后 这人会出现很疯狂的一些行为 但是你比如说他这个 这个尖沙呀 包括摘走一些器官 这又是一个什么 对 他是求性的满足吗 他说他也有老婆嘛 也结婚了 还有孩子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现在只能是一个推测了 就是说 我为什么刚才想了解 他的母亲的离开他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心理发展呢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他最早呢 就是在他最弱小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依恋 这个依恋的时候呢 他其实对人的整体感觉是没有的 他依恋的就是 他的怀抱和他的气味 以及就是比如母亲的乳房 或者就是母亲的爱抚他的那个手感 所以这个过程呢 如果他有有比较好的一个记忆 但是又没有完全满足 他就会出现 我们叫就是心理在过程当中 他就有一种问题叫停滞嘛 停滞 停滞往往有很多 有的是属于退缩性的停滞 有的是属于这个就是需求性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得到满足 以至他后来就是一种潜意识当中 他一直要得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女性的乳房 对 乳房或者他的手 或者他的身体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种状态呢 一般都是和他早年的这种东西有关 但是这个案犯呢 我因为到目前我没有接触到他 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有人问你问不出来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所谓的 我们有时候会分析人的这个变态当中 都会用的弗雷德精神分析的东西 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弗雷德的东西 弗雷德特别强调一个潜意识 对 这个潜意识是什么 就是我不解释太复杂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一幅画面 或者一个 就是我们一种 就是意识这东西 它更多的是心相 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原型的东西 在心里当中存在的东西 那么我们知道 人对外界获取有 眼耳鼻舌身 对 五官 这五官都可以相 问题是我们早年的相 更多的不是我们意识到的相 都是我们比如说 就是一个机体的接触 或者一个气味 这个气味或者说 就是你的声音 或者你的一个 比如说我一睁眼就是乳房 所以我的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变态 它都会出现 把乳房给割走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就是它这个相 是给它一个比较深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它可能意识到 也可能没意识到 但是它就想得到 这就是变态的一个原因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想再原型广告之后 余老师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这个案件 确实是很轰动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网友 在刷屏这个事的时候 基本上是处于失语状态 基本上只能说是 重复这个案件 大家知道的一些材料 在材料之外 没法说 但是只有 导致有一个人 我就看到他说了一句话 蛮有意思的 他说我们在这样的案件面前 我们无话可说 只能说 把这样的人当作 危害我们的那种 有毒的土豆 我们要在地里面 把它找出来 把它挖掉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像李老师 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人 我们身边有 如果有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办 其实这个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不要让生活当中 出现太多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识别身边 这样的人 所以我想这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更为重要 第一个话题 它最重要一点 就是我以前在咱们的栏目当中 我也讲过这句话 就是人它是养出来的 尤其人性是养出来的 这个养 其中它这里的很微妙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 知道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就是早年的抚养 就是人的 它和别的动物 一个最大不同就在于 它至少有一年的时间 完全不能自理 因为它不能自理 它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话 这个人 就抚养他的这个人 这个过程 你比如说人 首先我们知道 他脖子不能动 所以我们要放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是拖着脖子 但是你可能很多人不明白 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抚养人就会把自己的气味 就是你的嘴和鼻子出气 最重的 天天就打在他的脸上 所以它在记住你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首先是 除了接触你的这个身体之外 它最重要是记住你的气味 对 所以人的这个过程 包括你在 比如给他拍格的时候 放在你的肩膀上 这个你的身体的感受 当然我们可以妈妈来拍 也可以父亲来拍 如果两个都有的话 他这个孩子的心理发育 特别好 如果只是妈妈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里特别微妙 那我再插一下 就是刚才一个问题 您还没解释 就是有人说2002年后 他停止作案 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子考上学了 那是这个原因吗 这个问题呢 就是恰恰我刚才讲的 就是他的这个 我对这个案发的一个分析 我认为他有一部分情感 因为什么呢 你看他父亲在去世之前 他是照顾父亲的 对吧 这个照顾父亲说明什么 他对父亲是有情感的 所以他这个人不属于反社会人格 就不属于毫无情感 养不出情感的那一类人 所以他有情感 但是他的情感是不完整的 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发展 我曾经没有讲吗 这养出来 他是这样养的 先是抚养人一对一 叫一恋的情感 然后是亲人 因为在抚养国家 除了妈妈之外 别人要搭把手 然后他对亲人知道 这咱们家人 他会对你放心 你比如说妈妈不在 我跟着你也行 对吧 但是要陌生人 我都会害怕了 所以他紧跟着发展 他是亲情 然后慢慢他走出家门 是伙伴情 再发展就是同学情 然后同学 刚才讲了同性 再是异性 对吧 那什么时候 他情感发展完整了 就当他对陌生人 有一种情感 就是我们讲博爱 博爱 就是我见到 我不认识的 但我看他很可怜 我会帮助他 这个情感叫社会情感了 这就特别好了 他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他有情感 但他没有完整 所以他在儿子 当出息的时候 他意识到 就是我要再这么做 可能会影响到 我儿子的前途 那说明什么 他对儿子这份情感 阻止了他 可能也是这份情感 他最后 是不是还表示 捐献自己的器官 愿意什么的 他给自己就表示 那就是他还是有这个需要 有这个完整的 所以这份情感阻止了他 就跟我说 百宝山的那个案件 情感阻止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